你这样跑 他们不多时又要跟上了 上树飞行方能脱身 小和尚 我瞧你的魅力不弱 不妨试试 好 我这就试试 小姑娘 小姑娘 你没事吧 小僧武功太差了 又愚笨得紧 不成 非不成了 你宁可自己受伤 也不敢压我 总算对姥姥恭敬有礼 姥姥一来要利用你 二来 嘉奖后备 便传你一首飞月之术 你听好了 上月之时 双膝微躯 提气丹田 待绝真气上升 便需放松肌骨 存享预枕穴间 空中转折时 要轻轻提气 不得全然放松 你以我这法子 再跳上去吧 要不 我让自己去飞飞试试 别到时候摔了一跤 又把你摔疼了 老龙教你的本事 难道还有错的 是什么鬼东西 你再敢摔一跤 我立即杀了你 好 好 好 快 行了 下来吧 小僧虚竹 多谢姥姥传授之恩 没出息的小和尚 只学到这点粗浅微末的功夫 便这般欢喜 是的 姥姥 小僧眼界确实浅薄 不过姥姥所传执功夫 确实大有用处 你居然一点变痛 可见姥姥法眼无花 小和尚身上的内功 并非少林一派 你这功夫到底跟谁学的 怎么小小年纪 内功底子如此深厚 回姥姥的话 是乌鸦子老先生 在临死之时 将他七十余年的功力 硬生生逼到小僧体内的 如此说来 乌鸦子果然是将 逍遥派掌门之位 传给你了 姥姥也知道逍遥派 我怎么不知道逍遥派 姥姥知道逍遥派之时 乌鸦子还不知道呢 你说解开那个真龙 第一次如何下法 说给我听听 是 天意 天意 天下又有谁想得到 这仙杀自身 在攻敌人的怪法 既如此 乌鸦子是你师父了 你怎的不称师父 却叫什么老先生 因为我是少林弟子 所以不能改投他派 你是决意不愿做 逍遥派掌门人了 万万不愿 那也容易 你将七宝纸还送给我 我带你做逍遥派掌门人 如何 那正是求知不得 你说乌鸦子有一幅图给你 叫你到大理无量山去寻人 寻那北明神宫 是的 那幅图呢 在我这儿 他 他要这剑壁传你武功 嗯 他临死之时 竟然是念念不忘这剑壁 将他画得这般好看 怎么 你可惜吗 自然啊 这么好的话 弄脏了自然是可惜的呀 这剑壁是谁 乌鸦子这小贼 有没有跟你说 姥姥 既然乌鸦子老先生 与你有缘 为何又变成了小贼呢 小贼痴心妄想 难道这剑壁过了几十年 人仍是这等戎吗 就算当年他又哪有这般好看 给我 不 这是为鸦子老先生的遗物 我要保存好它 我不能让你这样扔来扔去的 没良心的小贼 不要脸的臭贱壁 你饿了吗 嗯 想 不会有什么摘食可以吃吧 怎么没有 这山上最多竹鸡 也有梅花鹿和羚羊 我来教你一门平地快跑的轻功 再教你 鸡秦阳之法 姥姥是让我杀生吗 不可以 我是出家的僧人 我应该严守清规戒律的 你不肯杀鸡杀鹿 却愿杀人 岂不是罪大恶极 我 我何时想要杀人了 我 我罪过罪过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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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太阳到了头顶 我若不喝生鸡 非死不可 阿 姥姥 为何不喝生鸡 就会死啊 我有个古怪毛病 每日中午倘若不喝生鸡 全身真气沸腾 自己便会活活烧死 临死时 狂兴大发 对你大大不利 不行 不可以 我是出家的僧人 就应该严守清规戒律 不应该杀生 你如不去捉鸡捉鹿给我吃 便需学释迦牟尼的饱药 比自身血肉跟我吃喝 否则便不是佛门弟子 我吃了你这条手臂 也可挨得一日之机 他们在哪里 快追 娃娃 他们追来了 我 我陪你吧 追上来的那五个人 第一个是不平道人 第二个是吴老大 另外三个武功习松平常 停停停 怎么了老老 我将你起手本领 你先将不平道人给收拾了 我 我 我 只将他打倒 令他不得害人 那并非杀生不算破剑 对对对 但是姥姥 我打不过他呀 蠢才蠢才 薄牙子是苏星河和丁春秋二人的师父 他将七十多年的功力全都传给了你 不平道人 吴老大之辈 如何能与你相比 你只是蠢得厉害 不会运用而已 福尔过来 面给我看 蠢才蠢才 乌鸦子选了你来做武功传人 当真是瞎了眼了 真不知道乌鸦子是怎么挑的 哼 小和尚 跑得还挺快呀 照我说的做 以法施为 不得有误 小和尚啊 老王 他有刀 老王 老王 这个拿到的怎么对付啊 你没教我 小和尚 女师父 尤得还 belie我下来 给我下来 我 快 不成器的东西 我老人家将了你功夫 却两次都错 是是是 这边 给我追 他们又来了 还不快背我上树 老龙 这可怎么办啊 你将丹田中的真器 运到尖头锯骨穴 再送到手肘天井穴 再到手腕羊池穴 再羊祸 羊骨 羊池三穴中 连转三转 術 上 爹 老老老 成了 成了 老老 下去看看 阿弥陀佛 你看什么 你看什么 他们都死了